那么会不会是下毒呢 古埃及的毒药带有苦味 如果和其他食物混在一起 很容易就会被发掘 所以这一点可以被排除在外 还有一种更险恶的方式 用蛇 古埃及在处死罪犯时 经常会使用毒蛇 但是有谁能将一条凶猛的毒蛇 偷偷带入宫内呢 答案就在距离王宫不远的一个村庄 那里有一个耍蛇人 能将任何凶猛的蛇 训养得服服帖帖 包括眼镜蛇 它可以让蛇一动不动 也可以让它们发动闪电攻击 所以反叛者也许让这个人 偷偷带了一条眼镜蛇 混入法老寝宫 用它咬死了拉美西斯三世 但是一旦受到眼镜蛇的袭击 被害者通常会立即死亡 但宫中档案说 拉美西斯在行动12天之后才死去 也许牟凡者用的是另外一种蛇 如果被一种带脚的毒蛇咬伤 被害者还可以存活一些时日 所以拉美西斯三世很可能就是死于这种毒蛇 还有一条证据也能表明 这位法老师死于蛇毒 在埃及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 有一尊已面目全非的拉美西斯三世的雕像 我想让你们看的是雕像的侧面 那里有一些东西 看到这些象形文字了吗 这些文字被认为是有魔力的 就像反叛者谋害法老师所用的魔法一样 另外我特别想让你们看看雕像的后背 雕像不好移动 但我有手电筒和镜子 看这里 看到那儿的象形文字了吗 那是一条蛇 蛇下面有个半圆 是全部的意思 这尊雕像就是一个大的符咒 能保护所有人免受蛇的袭击 那么王妃 蒲医长和司库等人的下场又如何呢 阴谋败露之后 他们全被抓了起来 拖到一个大厅 由法官们进行审讯 多数同谋者被判死刑 他们被直接投入火中烧死 五灰洒在地上任由牲口见他 但王子彭塔沃尔因为是王室人员 是拉美西斯三世的儿子 才被准许自杀谢罪 可能是服毒自杀 宫中档案记载到 没有对他实施任何处罚 这就意味着他的尸体没有被毁 我想你们已经猜到了 神秘人意 那具在王室墓穴中发现的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